再来看到上映今天召开法说会 董事长卓永才表示 集团下半年表现不错 连苹果总部也来催货 对汇损卓永才说 集团近八成都是外销最能感受到 除了靠企业转型提高附加价值 也必须有政府的帮助 连Apple的总部都加入催货的阵容 最近一直来催货 所以我想整体来看 下半年还是可以审慎乐观 上映董事长卓永才乐观看待下半年景气 虽然下半年工具机订单减缓 但半导体中国面板厂产能扩充 拉动智慧自动化机器人需求 就连苹果也加入催货 卓永才说 现在要考虑的不是订单 而是消化订单 另外虽然卓永才兴奋的 就是在工业和医疗机器人的发展进度 维创手术的机器人 我们预计最近6月大概会拿到认证 我相信在国内我们也可以看到 今年包括韩国在内 大概也会有维创手术机器人的销售时机 在工业机器人方面 卓永才表示 未来以提供服务为需求 机器人已成为基本配备 不再是单机贩售 而医疗机器人获得认证 将是集团重大突破 表现也反映在第一季财报 汇损虽有新台币1.9亿元 不过手机获利仍达2.85亿元 年增98.8% EPS1.04元 关于汇损 卓永才说 集团近八成都是外销 最能感受到 除了靠企业转型提高附加价值 也必须有政府帮助 企业你不断要转型升级 来提高附加值 来吸收汇率的变动 不过我们还是要强调 就是说一个国家汇率的变动 必须要跟它的产业的竞争力 国家的竞争力有关联的 那热钱的进出这种炒作 中央行是有责任 去把它给排除 从企业本身做起 周永才靠十多年积累经验 在国际大方异彩 集团参加德国和诺威战 不仅吸引德国总理梅克尔的目光 更获得德国第二大媒体采访 又一次证实台湾科技产业 都是国际关注焦点 新唐人亚特电视成为模 李晶晶台湾台北报道 吉他人亚特电视成为模 权利亚特电视成为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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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写电视成为模